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检验人力吃緊的狀況下 其实检验的品质是非常不好的 我因为受到学生的鼓励跟激励 发现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团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一开始是跟成功大学合作 我们做了很多国科会的计划 来对这个议题来做深入的探讨 接下来我跟几个学生 我们一起创业 开始把它从科学研究变成商品化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仪器 帮他们把这些routine的工作 然后无聊的工作 用机器 用AI来帮助它之后 它可以把它的专业 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然后让他们的功能大量的提升 可以帮助该获得治疗的病人 让他们能够准确 就是受到适当的医疗治疗 数位病理可以将细胞学 及切片影像永久处存 作为诊断 及后续教学及研究之用 而且导入AI人工智能的辨识系统 可以快速协助医检师及医师判读 高雄总统在数位病理 一直在持续规划进行 目前已经建置肺结和自动智慧进行 希望能持续扩充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医疗科技领域 现在仍然在产业生命发展的一个前期 台湾在这个部分有很独特的优势 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医疗科技的新创公司 会到台湾来跟台湾的医疗机构合作 做临床的试验 再拿着这些临床试验的成果 进军中国或亚洲各国的市场 也因为这样子的背景 所以我们对于医疗科技的领域非常乐观 特别是像威杰生医这样子 关注在人工智能在医疗上的应用 以及远程医疗 以及医疗照护机构的资讯化 新创事业奖它是一个新创事业界的奥斯卡新人奖 它是一个国内针对成立五年之内的新创公司 它在针对它的产销人发财 也就是它的创新营运模式做的一个奖项 对于新创公司来讲 它算是一个第一个里程碑 当初我们会协助威杰进入我们的素创中心 最主要威杰是一家具有软硬整合 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而他们的产品最主要是在 进行在医疗的一些影像的检测 云端的大数据的一个影像分析的能力 所以我们鼓励他们进入我们的素创中心 然后协助他们可以来营运发展 今天威杰公司能够获得经济部的肯定 那也算是高师道产学合作 很好的一个发光发热的一个案例 这三位同学他们在所上同时认识了 我们林玉森老师之后 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现有的工作 其实还可以再突破再进步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结果出来 因为其实大公司你只会是 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 你只要每天最好自己份内工作就好了 可是新创公司不一样 你的工作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而且甚至有时候你会接触到 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 在这间公司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老板们非常重视每一个员工的一个创意 看着就是同事们就是一步步去实践 他们心中发想的一个创意 是让我觉得这间公司最宝贵的地方 新创的团队它会让你觉得说 你可以试着去试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让你挑战 还要去实现梦想的地方 林玉森带领这群不畏艰难的年轻人 他们心中的抱负是想拯救亿万生命 将这项技术落实到全球 每个被需要的角落 有人说新创公司能够撑过三年的不到百分之十 我们当然不只是希望能够撑过三年 而且要能够长长久久 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政府 以及企业界非常多的支持 希望能够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还有一些医疗外交的政策 将这么好的肺结核的自动检测的系统 能够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能够拯救更多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